是大陸巡旗之類的 不是 是橄欖樹 是ELSA第二集 那主持人是誰 我沒有看耶 橄欖樹嗎還是ELSA第二集 我說大陸巡旗 我要對音 大陸巡旗的主持人大家知道是誰嗎 熊呂羊 誰啊 他跟熊camping有關係嗎 不太確定 自己的開頭是這個 還蠻好聽的 我覺得你片頭可以直接剪那個 因為今天是一個音 你說 今天的片頭是 因為今年金曲跟中國很有關係 就是中國入圍者集體不來啊 他們來 他們沒有出席 有一個有來 我忘記是球的還是許君誰有來 然後已經到台灣了 對啊 帶化妝師全部都來了 全部都來囉 然後都好囉 然後就說你們不能進場 然後全部扣回中國 沒有他們沒有說你們不能進場 是大陸說他們不能進場 對對對 就是有一些 媽媽在管控 對 然後就非常尷尬 那邊的媽媽比較直升級 這樣就沒辦法尋其了 對啊 沒有啊 他們今年也是拿了很多獎走 事實證明 大家還是有實力就是可以拿獎 我覺得這個開頭會不會大家覺得太莫名其妙 這其實是從中間開始聽嗎 對 這太莫名其妙了 好我們正式來開頭一下我的slogan 大家知道怎麼講嗎 知道 那今天換你開 好來喔 你對我沒失去那就請 滾出去 好熟喔 這句話 其實也是講了五年了 大概2019開始 那時候youtube剛開始 有我都有在狂聽 我們有去柿子紅的時候是第一次大家一起講 好會講 對耶 對耶 可以我們今天 你可以講話啦 我們今天除了就是畫面中的三位還有外面還有兩位朋友 法務 法務跟外交的朋友 還有是迎接來的使者 迎接來的朋友 迎接使者 真的喔 你等一下會不會穿過椅子 哈哈哈哈 他擅長的是一些民間樂曲 好那今天呢就是我們請到一位朋友 他是我們的國中隔壁兩三班的同學 對隔兩個班 隔三個班 你沒有班 我們三班 那就是隔兩個啊 四班跟五班啊 對喔數學不太好 對啊 嘿 他是我們隔兩班的B班同學 然後之後就真的同班 對 然後呢 我現在節目開始覺得我會多找一些我們以前沒找過的來賓 那我想說就是隨著我們歲數越來越大 大家也越來越有發展 那這位朋友很特別 他從一開始跟我們一樣唸普通班 結果去念音樂所 他一開始念財政系 我開始念財政系 而且我剛剛跟他搭公車下車之後 就是要去吃晚餐的 我還跟他說 經過十大分部 我說我差點來讀這也是十大資工系 因為我有錄取 資大資工系 對 喔你說大學的時候 對大學的大師公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因為那時候就 我剛說什麼 插個題 因為大師公系 我嚇倒 我說有這樣往下講嗎 師公系感覺很棒 我沒有發現 有這樣往下講嗎 好精采喔 反正我就是有證取 然後我不要去念資工系啊 然後我就去讀了 我也 我錄取動機器 你聽那個入學的介紹聽到睡著 沒錯 他在台上狂講我證取 然後我在台上 對啊 毫無動機 我想說機器人 好困欸 然後我就真的 就不想念 反正因為就是後來讀了政大財政 那我也沒有去當什麼會計師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想說我不要讀那個很多經濟學什麼的 然後我就去考了音樂所 可是你還是念完了 因為總不能沒有拿到畢業證書吧 還是可以啊 就不好看 我們人還是有一些底線 對啊對啊 然後就 對 反正就是後來去讀了音樂所 那我們今天邀請一位主持人來幫我們代理主持 那他呢 因為現在在音樂成業工作 他自從來音樂所 然後他大學的時候就在政大精選獎 這個我想如果稍微有一點點了解的朋友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東西 但是應該是說 要介紹誰有參加過精選獎 就是什麼陶晶瑩 吳清峰 陳山妮 陳其真 應該都知道啦 盧廣仲也有 盧廣仲也有 欸 陶晶瑩是有主持主導師活過嗎 是不是有這個故事 有有有 就是他主持代辦 然後政大的四位常常就笑起來 對 超精彩的故事 這個是大家普遍知道的故事 很特別 然後近年的就還有一些像什麼老王樂隊啊 對 理想混蛋也是 有有有有 欸理想混蛋的主唱是 他那時候參加比賽是我代的 你代的 你代的 我是歌手的芒果TV的經紀人 沒錯沒錯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分組就是不同的組別 然後我在的組別就是要負責跟參賽者直接往來 對然後 那個時候 那個主唱是雞丁嘛 他那時候來幫我獨唱組 然後我們就是 組長會幫我們爾賽每一個參賽者給我們不同的組員 就要帶他們 我們就是不同的芒果經紀人 就是芒果經紀人 對然後我就帶到他 然後他就拿了獨唱組的冠軍 我那時候在現場聽 我想說 真的很厲害 好厲害喔 然後後來就正式出道 對對對 那先跟各位觀眾朋友講 鯊魚今天來是 就是他有他的任務 所以大家會想說 欸這集是到底有沒有鯊魚 有 但是他的任務等一下才會出現 沒錯 加油 對 你可以出題目讓我們猜 OKOK 對 可是其實我今天也有準備一些題目 然後那些 那我嗎 我就可以問你們兩個 因為那些題目的答案都超級紅的 你準備很周到 你準備很周到 應該是說這些事情大家不一定知道 但是這些事實的主事者都非常非常爆紅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 冷知識聽一下也是不錯 OKOK 很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主題呢 我們大概拖了超久才講 今天主要就是要聊 你知道為什麼沒關係嗎 因為大家會看標題 對 我們標題不是一些emoji 然後你就直接進來 我們標題不是福袋 也是 你還是知道說這幾代還是在講什麼 今天就是要講金曲獎 那每年大概就是六月的時候會辦一個金曲獎 剛結束今年 我覺得每年三金就是台灣的很大的一個盛會 而且每年第一金都是金曲啊 對阿 金曲然後再來金鐘再來金馬 對就是進入三金的季節 你個人是有在米三金嗎 我個人 我不會 成三金呢 天啊 我覺得 想不到吧 超難的 然後突然 我覺得三金我會喜歡看 但是金曲我比較能follow是因為 我又不太可能就是把所有的電視節目都看完 對阿 對說實在的 所以我也是比較follow金曲 對 那鯊魚有在follow 沒有 年末舞台 我都follow媽媽 人車歌謠大戰 所以你沒有在看三金 從小都沒有看 其實有 我只有看金曲才會看 金曲還是會稍微看 就有稍微看一下 然後其他只會看說誰得獎 對對對 就只是看最後等結果 然後說喔 那個孤位得獎 那我們來看孤位 對對對 這個得獎也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蔡玲有沒有得獎 但是因為 像我們就是一般民眾 我們其實沒有在產業裡面工作 本來就不會對 比如說金曲獎我們 就是把自己當評審在那邊狂聽歌 而且我有發現就是 大家有在討論就是說 那個金曲獎越來越聽不懂 是不是因為年紀越來越大了 還是你覺得評審的口味真的有改變 因為以前真的眾星雲集 就是一堆張惠妹 一堆蔡健雅 一堆周杰倫 對 但沒有羅志祥 哈哈哈哈 羅志祥 真的 羅志祥 他只有表演過 然後被狂罵 他只有表演 對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現在大家都 獲得資訊的門檻變得非常非常低 然後你甚至可以是那個產出作品的人 喔對 你說像我們現在自己在錄 podcast 對就是只可right now 所以你就變成是說是社群的狀態 會讓所有想要參與這個產業的人 變得門檻非常低之外 他的資訊流通速度快到你 會沒有辦法有一個很主流的東西被留住 已經沒有說我們過去就是看老三台 所以我們就是看張飛的節目 所以其實還是有比如說什麼Lisa就紅到不行 然後什麼泰勒斯一出專輯也是串流直接罷掉 但是他會被建立在一個非常龐大的商業結構跟能量後面 所以你沒有辦法輕易的有那個資源 對 但是現在就是因為大家都可以自己上傳 所以相對來說更多人新的人能出頭 他現在就是我愛聽什麼好你就去聽 那可能粉絲不多他可能黏著度相對高 類似可能像這樣 你說柯母傘之類 類似 你可以很愛 對對對 你就不能怪說這些東西就是都不是好音樂 你可能沒聽過是真的 但是他們說不定就是都是有品質的 真的不熟 對 而且我覺得好像有看過的理論就是 大家的印象位置停留在青少年的時候是烙印最多 就其實你十幾二十歲聽的音樂很有可能就是你一輩子就會接觸 對啊我覺得我八十歲的時候會聽陳芳宇的愛你 對你可能就不會再聽 對啊但是說不定2080年說不定那些音樂就已經變成超難聽的古典音樂 你可能也不一定會去聽 愛你嗎 古典樂嗎 他變成尊於 有可能啊 因為古典音樂也是當時的流行音樂 對啊 真的有在流行嗎 對啊對啊 有在聽那麼久的音樂 有啊 我拉回來進去 因為像清風去年出的專輯 前年出的專輯 馬拉美的星期二 他就是邀了很 他就是學馬拉美 因為馬拉美是一個法國的哲學家 他就是會邀請很多 比如說音樂家文學家 然後藝術家 畫畫的 來到他家 然後有一些沙龍音樂會 你說類似我們邀請大家來上節目嗎 對 我怎麼好意思 他們是不會錄起來 但是真的很像實境節目 就是來什麼小燕之夜 李永之 來聊聊天 然後來唱 那是來喝酒吃飯 李永之也吃飯 那是來喝酒吃飯 來唱歌或是來寫文章這樣子 喔來讀這樣 對 那他們用的一定是當時流行的古典音樂啊 對啊 什麼德布希啊什麼話各個 對 大家知道德布希是誰嗎 一個古典音樂家 是月光嗎 是月光嗎 他中法少女 開玩笑 那請問他是什麼派的音樂家 流行音樂派 當時的 你這個問題會很容易被攻擊 因為雖然答案是印象派 但是德布希非常討厭 你要說他是印象派的音樂家 反正他在 沒關係他已經過世了 Oh my god 太多知識了 我們今天不是音樂性的節目 沒關係 只是音樂 那請問你現在在哪裡高舅 可以跟大家分享 不是高舅 我也才剛開始去工作 對你也是高 還沒兩個月 你比我早了大概兩個禮拜登值 對 我現在在蜂巢音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不是蜂蜜的蜂巢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 風吹風的風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我哼一首歌 你們聽聽看有沒有聽過 因為那是蜂巢出的 演奏曲 但是紅到爆炸 演奏曲 天啊 好你哼嘛 陶敵 陶敵孫子 就是 他是我們 他是我們音樂 畫面外兩個人 問他 但是真的很有名 因為他是我們公司 算是最老牌的演奏曲 是你們公司的經濟 對對對 然後 這個作品的作曲老師 現在就變成我的同事 真的嗎 就變成同事姐姐這樣 他還在 他是我們的音樂總監 這首歌多久 我不太確定 這感覺是 媽媽小時候就開始 吹陶敵 對反正 吳京代老師現在還是我們 音樂 我們公司的音樂總監 風吹音樂 然後我們就是太有經代 其實我也只有看過風吹音樂這四個字 但我們 不知道在哪裡 我大概知道是陶敵那個 在你公司旁邊 因為我家小時候好愛去弄 你知道成品以前都會放 那個 就是可以戴耳機 自己傳電人專輯 對對對 好多風潮喔 對啊 因為風潮就是出比較多那一種 兒童音樂 然後 演奏類的 然後身心靈相關的 然後近期其實比較多 代理發行一些台語歌曲 或是原住民語專輯 就是你們今年有得到一些獎項 今年其實算運氣蠻好的 真的喔 其實聽說 你們報幾張 因為今年入圍六張專輯八個獎項 然後得了三座 很高耶 就是中獎率蠻高的 其實今年算是表現很好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 今天你們拿了水 大家今年如果有看金曲獎的話 我猜大家是沒看 但我們就介紹 沒關係 硬介紹 畢竟今年的名單 好像對於大家來說 討論度也不高 但我就講 今年的台語男歌手蘇明淵 他是一個律師 他是律師 我知道 他是我們教授的好朋友 真的喔 那你有被強迫聽他的歌嗎 就是教授有發一些公關票 給考試千紀林的人去 沒有 因為我不是考試千紀林 那我爆他的料 因為蘇律師 能嗎 可以來應該沒關係 因為蘇律師 他不會聽我節目的 應該不會 不太可能 因為蘇律師在金曲三一的時候 是他第一次用蘇明淵這個名字入圍 然後有得獎 他以前有拿別的名字 蘇兒真 不認識 兒子的兒真實的真 反正大家可以去找 如果你年紀夠大 你會知道 所以他這是第二次得獎了 他第二次 蘇明淵在第31屆的時候 拿過一次台語男歌手 然後第二次入圍是33屆 嘎嘎在高雄頒獎 他沒有得獎 然後他email到死 因為他是高雄人 我們公司的 也不是因為這樣子 太亂猜了 只是因為沒有得獎 所以很失落 然後我們公司所有的人 都在安慰他 快要被他逼瘋的那種 他會特別到你們公司哭喔 他很會請勒是不是 他 這可以聽嗎 我不太確定 因為那時候 畢竟我也還沒入職 但是我就是聽姊姊們 就是說 就是要花很多心力安撫他 然後今年大家就很擔心說 完蛋 如果蘇律師又沒有得獎 會不會又要花很多歷史 對 因為今年也是很多 角逐厲害的人 其實今年台語男歌手 我那時候私心預測也不是蘇明淵 我可以這樣講到自己公司的 反正就是 我跟大家分享今年還有誰入圍 對 其實今年很強喔 翁立友 翁立友 然後還有一個很強的新人 叫鄭平 他也是幕後轉目前 另外兩個也是大家很熟 林俊逸 以前唱超級魔王大套 就是菲玉清 對 然後還有許富凱也是 也是 許富凱這張 終於得獎 而且因為許富凱這張也非常非常好聽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蘇明淵算很危險 所以還是我們公司的藝人 但是今年就是很開心的得了 然後第二個獎項呢是 最佳演唱組合 也是出道很多年 然後終於又在金曲看到他們的歐開 這個是我們小說LiveABC上面的 歐開合唱的 歐開在第24屆的時候 是有入圍新人獎 而且那一屆的新人獎入圍的人 都是一些鬼 我們要猜嗎 你們可以猜猜看 現在都是線上非常強大的人 請問那 24屆大概是幾年 大概11年前 大嘴吧 11年 蛤? 那個太久了 錯了嗎? 2013喔? 2013差不多 欸13有誰啊? 我跟你講 隨便講一個你們就可以尖叫了 有金曲歌後艾依良 蛤? 但他們其實也不是後來的新人獎得主 但是後來的新人獎得主 艾良有入圍嗎? 有入圍 他沒有得獎 他是謝正廷那一屆嗎? 謝正廷是二 謝正廷是二五 二五所以二三 艾依良跟誰啊? 白安 白安 還有喔 還有 嘉嘉 有嘉嘉 葛仲山 得獎的是葛仲山 得獎的是葛仲山 還有一個入圍者 他從開始出專輯到現在的每一張專輯都有得金曲獎 就是三不一 喔! 好強喔! 好厲害喔! 但得獎的是 歐開嗎? 得獎的是葛仲山 我必須要說歐開在當年很厲害 他們拿了評審團獎 喔真的喔? 對 嘴巴爛掉 其實一直都有 但是不是每一屆都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並不是每一屆都會有得獎者 因為可能會從缺 但他們那屆有得獎 因為他評審覺得有遺租他們才會輸 對! 然後今年很棒的事情是 他們出道20週年 然後出了第三張專輯 他們出道這麼久了 對!超級久 那為什麼那時候拿新人 因為他們那時候才出第一張 喔!所以是金曲的規則是你出第一張關正專輯 所以洪佩宇才被罵到不行啊 對! 你都已經在 你都已經 你都已經癲十年了 然後你可以在那邊拿新人獎 要不要臉 他就是出了第一張專輯 但他真的是沒什麼活動啦 因為他都在跳舞 跟去日本打工獨家 他真的有在跳舞 他有在日本工作 然後去把跳舞學完 說實在他也是只是 他前面就是發那首歌 他就發那首歌剛好 他就是真的好紅 他就只是因為那首歌紅了 所以大家一直在期待他出別的歌 然後講回來 其實以規則來說他也沒什麼好被罵 對!他也沒什麼好被罵 但就是有些人不懂規則愛亂罵 好沒關係 反正網友 不要來罵我們 我們待會可以講更多 有關於金曲不懂規則愛亂罵的一些 稍微解釋給大家聽 然後第三個是原住民與歌手獎 其實如果有看超級星光大道的人 應該會認識他 吳思愛對不對 吳思愛 他好高喔 你是說身高嗎 對啊 他那天還穿一個超高的高跟鞋 對啊 因為那天舒平原把麥克風拿不上去 然後吳思愛要把麥克風拉超高 而且他老公 那個是他老公 就是幫他調麥克風那個 如果有看典禮的話 他說這可以調高一點嗎 然後他老公馬上跪下去 然後他馬上 他直接用另外一隻 想說你老公在忙什麼 對!超好笑 然後那天就是 吳思愛他跟我分享說 吳思愛去我們公司 對!吳思愛來我們公司送飲料 然後他 因為他得了獎 他很開心 他想要就是請蜂巢的大家喝飲料 然後他都送吳思愛 全部點半糖 所有的人快被舔死 對啊 吳思愛是有在 就是整個下午大家都在Sugar High 然後他跟我分享的時候我就說 那小五老師會來嗎 我以為是吳思凱的女兒 他以為吳思愛的爸爸是吳思凱 吳姓 吳姓 那是五月海豚星星的主唱 對 我一直印象中有這個人 因為我們有看過現場的海豚星星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們在屏東那個台灣集合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知道這個人 是吳思凱的女兒 是吳思凱的女兒 因為他們的歌曲是駐英文 然後太瘋癲了 對 而且他們的我會用女布 然後果 水果的果 對 女布果 很久以前會用的 然後你會用呢 對 就這麼死 超級死 吳思凱的女兒真的不是吳思愛 是吳月 而且吳思愛也不姓吳 是舞蹈的吳 吳思愛也不姓舞蹈的吳 對 反正就是今年這三個獎項 就是很榮幸的是有蜂巢拿到這樣子 謝謝評審團 好的 那大家應該稍微會認識蜂巢一點 對 沒關係大家就是以後聽到蜂巢 就記得陶笛這首歌 對就是多多的聽 就是原住民語歌曲 我覺得原住民語歌曲真的有在進步耶 近幾年 就是應該說他們以前就很棒 但是近幾年我覺得他們有融合一些比較 國際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大躍進應該是在阿抱身上 阿抱真的太瘋了 因為從爸爸樣到母親的舌頭 真的就是下歪大家眼睛 母親的舌頭好強喔 Thank you 那首太強了 拿年度歌曲 去年嘛對不對 去年嗎 去年嗎 很多年了 很多年 四年前了 為什麼唯一唱中是去年 去年的年度歌曲 去年的年度歌曲很棒耶 我非常的愛 猜得到嗎 去年我們剛剛有聊 我們在開錄之前有想要笑他 因為已經想要 沒有沒有沒有 我很尊重這個人 他有邀請我去上班 我也很尊重他 喔 你看嘲笑他的風勢耶 所以我們剛剛沒有落入你的圈套 來來來來 是誰 是 你要不要問 最好的時光 那首歌我真的是很酷耶 真的很好聽 那首歌超讚 那時候 名單還沒有出來 就是入圍名單還沒有出來 我就想說 就是這首嗎 就是除了這首歌誰能打敗他 我想不到 那一年沒有人可以贏 我其實去年有點可惜 因為去年徐家瑩的專輯 我非常非常喜歡 雖然 雖然 去年他入圍到不行 但是都沒有得 真的喔 主明星入圍的年度歌曲 其實我很喜歡 今年的一種楊奈文 入圍八項 然後全部公共 他就說 幹嘛不給我得獎啊 我都不會超時 因為他上去就會說謝謝大家 謝謝 你們知道 對 他講到這個 因為楊奈文 得金曲女歌手的時候 是 Silence 是那個 梅艷芳 他就說謝謝大家 然後就走了 然後梅艷芳就說 就這樣 就這樣 沒了 梅艷芳嚇到 賴文我很愛 對啊 我們太跳通了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就來一一聊一下 歷年的獎項 因為我想說三五大家不一定有看 或是就是其實以前金曲就是 重心於之道 而且 幹 而且新聞就是會 我把line關掉 沒關係 而且新聞就是會一直 每次就會寫說 齁 這種唱 蔡倩雅跟張惠妹要 繳組第四次歌後 對對對 然後得獎是彭家蕙 超好笑 就只雷大靈女子 對 對 好那我覺得我們來考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算是 如果你的熟度是一百分的話 我想我應該 我越到一百分啦 相對來說 如果你是八十分 我的熟度應該有個六十五分 那我想鯊魚的熟度可能是二三十分 五分吧 真的嗎 她有在關注那個 蔡依林跟天主 我只關注一些大事歌手 好那請問 我來考一下鯊魚一些 我覺得比較簡單的問題 請問張惠妹得過幾次金曲最佳女歌手 這個蠻簡單的 對我們及格圈的來說 對對對 六次 太多了啦 錯 答案是三次 目前最高紀錄保持的是蔡劍也 四次 他們原本是三次 然後他們後來就 紛紛有入圍 大家就在想說 幹到底是誰會 就是原本在金曲二七的時候 非常緊張 想說到底是 施餘者蔡劍也會得呢 還是阿彌特二會再得一次 答案是大靈女子喔 所以呢 那時候的每一屆我都好喜歡 對然後 從那之後 大家就在很期待說 到底就是他們兩個人 誰會得第四次 然後在金曲三三的時候 蔡劍也得了第四次 Depart 然後網路上就有人說 張惠妹開始叩錄音師了 就是不要再睡覺了 趕快出來錄音專輯 誰是得過最多次台語最佳女歌手的人 我知道 張惠 答對阿 張惠 張惠 這個很簡單 他一定得到懶的報名 答對 我補充問一題 他是在哪一年 太難了 得到特別貢獻獎 然後瘋埋的 好難喔 祝福演唱會 第20屆 沒有沒有沒有 那一屆你非常喜歡 因為那一屆有你的偶像大得獎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2016 2015 2015 第26屆 因為那一屆的國語專輯獎是蔡英明的配 然後他那一年就是周杰倫在台上彈琴 然後就是把特別貢獻獎獻給江惠這樣 然後江惠就跟他說你的樓侯現在讓我賺了很多錢 那跟大家分享 剛才講張惠妹 她是入圍最多次的女歌手 沒錯 她入圍過28次 28次 好像瘋子 好多次 就是 不是說她入圍28次金曲女歌手 因為也才35屆怎麼可能 就是各種獎項 就是各種獎項 對 我看一下張惠妹喔 她得過13座金曲獎 好瘋子 對對對 好那 我們再來看一下 欸你們知道 跟大家分享 你們知道第一屆金曲獎的歌王歌后是現場比賽嗎 對 現場出來唱 誰會拿冠軍 好像超級星光大 對阿 有那個Roger老師在按燈 Roger老師 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 會跟大家分數一樣 他不是服裝嗎 選秀節目好歹也會比好幾個禮拜 但是他們只比一天 所以是一種戲卡會卡 第一名 第一次是葉愛玲嗎 第一屆是江惠阿 是江惠喔 對啊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分語 葉愛玲說她沒去 不然就她得 她放話 她放話 對 那歌王是誰大家知道嗎 我覺得比較冷們 我知道後來我們學校唱過的歌 剛才叫什麼名字 她前三屆都是她對不對 她得過三次 但是有沒有前三屆都是她 她得過三次 她超不有名的 超美理話 她蠻不有名 但是如果有在關注大愛電視台的人 可能會知道她 我們要在看大愛電視台 是殷正陽 對對對 我知道 因為她會出現的化學課 殷正陽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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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正陽是殷正陽嗎 是殷正陽吧 孤單北半球 不是吧 不是殷正陽 不是殷正陽 殷正陽 不是吧 孤單北半球是殷正陽吧 我也是記殷正陽 對 反正是殷正陽 對 那個時候還沒有生 不是 孤單北半球是殷德陽 殷德陽是誰 不是 殷德陽 等一下我要考你們一個 很好笑的 就是答案你們都知道 但是 你們不知道他們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你們知道有一屆 就是每年不是都會公佈入圍名單嗎 有一屆的台語男歌手 只有他一個人入圍 有這種事 對 諸葛亮 不是啦 然後女歌手 他就得獎了 我聽的男歌手 他就得獎了 他超級有名的喔 而且那個得獎的作品也超級有名 你們一定都會唱 張秀卿 雙人枕頭 黃飛 是男的嗎 我就說台語女歌手 抱歉 黃以琳 不是不是 你不要再給我那邊 以琳再演戲了 怎麼沒有康熙大會考 答案 我要講答案了嗎 因為真的很有名 是陳曉筠的愛情耶恰恰 蛤 好厲害喔 其實那一屆原本 非常紅耶 那一屆原本有他 是因為他出了然後大家不敢出嗎 沒有那時候有一個規定是 你必須要在台灣住超過半年 你才可以有資格入圍 那一年原本有陳曉筠 那時候還在戒嚴嗎 那時候好像是吧 我不知道 差不多 陳曉筠跟陳芬蘭 但陳芬蘭在國外太久了 陳芬蘭是富啊 不知道 他自己哪一首歌入圍啊 不確定 反正得獎是愛情耶恰恰 大家都會 對這他一個人入圍喔 很好玩 我記得我印象中還有一個 但是我 我剛才查不到 就是得過最多種類的人是誰 這個我知道 答案是周杰倫 如果你不分男女的話 因為分男女的話 也是戴佩妮 還有許家瑩 許家瑩也有 許家瑩在去年 得了作曲人之後 他就多了一項 因為戴佩妮得過 他得過最佳MV導演 超瘋的 不是不是 戴佩妮有得過最佳MV導演 是兩男那一張吧 你要查一下 因為我記得戴佩妮是拿專輯製作人 樂團獎 樂團獎超難啊 你要先跟一群人組一個樂團獎 你才有機會入圍樂團獎 他辦過一個樂團叫做 4Touch 給你看那張非常的強 欸我很愛 然後還有入圍過 還有得過那個國語女歌手 然後也有得過 最佳新人嗎 欸不對最佳新人是徐家瑩 他有得過最佳編曲人 最佳新人 戴佩妮那季也是一堆鬼 對啊 孫燕姿 周杰倫 全部都同一季 然後得獎的是孫燕姿 喔對 孫燕姿贏 對 所以周杰倫是沒有拿過新人獎的 阿美也沒有拿過新人 因為公司忘記人 那我繼續追問 有一個歌手你們非常喜歡 但是你們可能不知道他達成了這個成就 請問誰是作詞人 作曲人 編曲人獎 三個同胞的 我們也很喜歡 你們很喜歡 你們兩個都算喜歡 你應該比較喜歡 魏如萱喔 沒有啦 徐家瑩 愛姨娘 不是 猜不到 蔡劍亞 不是 三個都有拿 然後我們很喜歡 他三個都有拿 他是真的女性嗎 他是真的 他真的不是女性 他是男的 他是男的 胡瓜 蛤 胡瓜拿去拿冰中獎 他是男的 他是男的 作詞作曲 跟編曲三個都拿 這很難喔 對啊 周星哲 不是咧 方大同 沒有喔 你想一下你很喜歡的男歌手 林宥嘉 我也很喜歡 維麗安 我亂猜 嚕管仲 好難聽喔 方大同 太認真在想 男歌手 太難了吧 我們也很喜歡 而且很有名喔 翁立友 已經快瘋了 不是 李榮浩 沒有 不是周杰倫 不是不是 吳清風 答案是吳清風 清風作詞作曲 然後他以蘇打綠的名義拿過編曲人獎 真的假的 作曲 作詞是那個 你舉起右手點名 他 他 對 很棒 作曲是小情歌 好久以前喔 他們東那張也是很少六個獎 欸你們知道小情歌有入圍過年度歌曲獎 然後輸給誰嗎 很好笑 是哪一年了 我忘記了 但是同一屆然後輸給一首 那你先講人 那六首是誰 就是唱的人 反正好像才是哪一首 他列得出來嗎 反正就是有什麼小情歌 他不是維基蘭歌 他感覺很像 還有什麼 什麼縱貫線還是什麼蛙蝌蚌 然後得獎的就是 不愛台妹喔 得獎的炸有名 不愛台妹 而且得獎的那個人 因為這一次也算在裡面 所以他是年度歌曲獎的紀錄保持人 這個人得過三次年度歌曲獎 是大藝術家 然後那一次算是其中一次 太大了吧 是今天你要嫁給我 幹 有耶 然後選任泰林 他知道出給今天你要嫁給我 泰林第一次拿年度歌曲獎也不是大藝術家 是今天你要嫁給我 而且贏了小情歌 很厲害吧 但是當年真的很好 然後第二次就是大藝術家第三次是玫瑰少年 所以錄最近的金石世界紀錄拿過三次年度歌曲獎 很好笑吧 還有誰也拿過很多次 盧廣仲也拿過很多次 盧廣仲拿過 周杰倫也有吧 他拿過兩次耶 他拿過喜亞 喜亞跟柯哉 柯哉我心裡也沒 對 雖然被罷了要 他也很常入圍最佳年度歌曲 對他其實很常入圍 好像也有 好像很少有 誰然後一直入圍某個獎項 然後一直狂得的好像也沒 只有一直狂妹得的就是梁靜如 對一直狂妹得 他今年甚至連入圍都沒有 對 這次入圍沒有梁靜如 我有嚇到 因為他去年發專輯 我想說這個人就是要拼金曲獎 米露 可是我覺得上一張比米露好聽 就我私心還是會留在那張那張 那次是誰拿走的 韋如軒啊 可是韋如軒那張太強了 對阿韋如軒那張太強了 我覺得近年來就是最死亡之一 而且你們知道韋如軒那一件 如果韋如軒沒有得也不會是梁靜如的 是王若玲 第二名是王若玲 我有聽說王若玲就是八首跟那個 對對對 愛的呼喚 翻唱專輯超厲害的 那首很厲害 那張有拿最佳國語專輯 最佳國語專輯 就是蔡依林說最佳格語專輯的 這樣子 對就是全錯 蔡依林只要頒獎都會啪音 所以你們不要再笑阿琳了 最佳華語真的沒有 可是阿琳是自己笑出來 阿琳是自己笑出來 阿琳是自己笑出來沒關係 但是蔡依林是裝死裝到底 他翻給彭佳輝說 他說最佳格語你歌手 可是我很喜歡阿琳自己笑出來 最佳格語 很棒啊 而且因為今年的典禮 從入圍名單到典禮現場 然後麥克風又壞掉 所以大家真的是滿悶的 我們謝謝阿琳帶來了一個 你在現場嗎 我在現場 現場很悶嗎 我覺得其實還好 但是現場就是平平有一些 讓大家驚呼的點 然後想必後來也在新聞上大家知道了 各種 對阿 就從開場到中間 然後後面到 今年你最喜歡的是什麼部分 最喜歡 我有一個很私心的很喜歡的部分 是小插曲嗎 我想要先聽你的 不是小插曲 我最喜歡生物鼓掌 喔好棒 不是很值得戲嗎 開場表演嗎 沒有可是 它不是開場表演 它是中間中後段 因為青鳥真的太重要了 青鳥真的太好聽了 你有聽過嗎 沒有 我有抱歉 就是 你們知道因為通常 火影忍者的歌 對火影忍者的歌 對火影忍者的歌 對 它從來沒有在海外唱過吧 這是生物鼓掌第一次出國演出 出國演出 獻給台灣的經紀家 然後唱 火影忍者的歌 我超愛這首 而且我跟你說 因為通常入圍的音樂人 他們都會有一種 就是來續現場做著 然後就會有點悶悶的 是不是大家認真在看生物鼓掌 他們是站起來搖擺 因為大家太喜歡這首歌 對沒錯沒錯 它是因為我覺得 火影忍者的全部歌 最好聽的一首 真的很爽 火影忍者很愛選整首rap 當片頭 然後你就會跳過 怎麼聽 但青鳥我都會認真 現場真的很好聽 非常非常過癮 然後就是我個人很愛阿布斯 但是阿布斯在後台訪問他們的時候 我一直替他捏了 就是他一直逼他們喝 然後把他們噎死 就是好喝嗎好喝嗎 然後 很甜 好像好 那請問現場的回家 是不是有點恐怖 你說 那蠻恐怖的 因為影片蠻恐怖 我想說 那時候就想說 哇他這麼久沒出來 要當金曲表演 因為那時候還有一個風波 就是王立宏 要唱李文的部分 對 他就想說 蛤 為什麼 這麼多愛摳摳的人 對 怎麼會選他 然後後來說是家屬 跟主辦單位的 討論的結果 但就是其實他們都ok了 但大家不太買單 對對對 社會大眾不買單 後來就取消這個表演 沒錯沒錯 順子 他要唱回家 因為他也是幾百年沒出來 沒錯 他都在法國生活 結果他回家就想說 人老了還是有一點差 他已經沒有那個聲音的厚度了 就是聽得出來他好久沒唱歌 他那時候就很空出事阿 對對對 回家誰不會唱 現在兩千之後都不會唱 也拿了女歌手獎 就是非常的驚人 年紀也大了啦 對 現場聽我覺得還ok 所以你們在轉播聽就是 因為現場就是 其實會因為那個場地 對 整個空間音場會變得比較柔 有時候我們不是就是看表演 非常喜歡就趕快拿手機起來錄嗎 有時候就是回去聽的時候 就想說這什麼東西 滿慘的 怎麼滿慘的 是不是有在走音阿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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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我每年呢 最常關注 雖然我就是近幾年比較沒在看 我每年最關注的 就其實就是少少幾個獎項 我覺得很精彩的啦 第一個就是最佳 華語女歌手 我每年都好喜歡 因為每年都神仙打架 從彭佳慧那時候開始 我就覺得 華語女歌手講 頒發的有 邁入一個新的境界 對 我覺得是從她那時候開始 她後面的每一個我都很喜歡 就是 終於輪到了 她後 彭佳慧下一個是 愛伊良 她那張是 寂寞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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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聽 很好聽 就是 無廢哥 太讚了 果乾是你得獎 雖然那時候愛伊良剛得到了 有些想說 竟然搬給愛伊良嗎 其他人沒有她好嗎 因為那一年娘娘很紅 所以魏如軒也是蠻多人押的 對 可是 魏如軒說真的 她 因為那次沒得 後面那次的吉大成 又更厲害 對很感人 那愛伊良的下一個得獎是 徐佳穎 等更久 是徐佳穎 對是徐佳穎 心理學那一張 對 有什麼灰色阿 言不由衷阿 都很強 超級好聽 對 但心理學同名主打好像比較沒有那麼紅 但我自己思心非常感人 對對對 反而心理學這首歌好像大家討論沒有 是一首 晚上適合聽的歌 非常適合 但因為言不由衷就是愛伊良寫得太好了 言不由衷也很適合 關燈聽 就是整張專輯就這樣殺出來 那首歌這樣 而且那時候有一個重點 就是她得獎 起來然後跟比爾賈的垃圾 對 她說現在我的男朋友那時候還沒結婚 現在我的男朋友比爾賈 然後 我真的有發出這個聲音嗎 沒有 那時候她也沒有麥 不確定有沒有發出來 然後過不到 好像過兩個月吧 他們就說我們結婚了 結婚了 後來就開始生效 對啊 我很喜歡這個競爭 非常棒 然後 他們兩個的下一個呢 就是他們兩個頒發的 給下一個人 不是他們兩個頒發 下一屆是 啦啦頒給一個沒到現場的人 然後他從來沒有到現場 拿過他的女歌手獎 是不是零一臉 是 真好猜 然後那時候零 救救我們的神經 不是 蓋亞是以前的 零 蓋亞那次也是很瘋 那次也沒到 下面唱多了 然後 蓋亞 救救我們的神經 然後想說 好了 真的是唱不贏這個女的 再下一次是 就是 阿姨兩根 許家瑩帶著她的肚子 上台班給薇如萱 然後薇如萱那張 長者並不等於遺忘 好聽 整張都好聽 媽媽之後 我跟鯊魚有去看現場 很突然 我突然上台北 他前陣子跟我說 欸那個薇如萱還有票 要不要去聽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對薇如萱其實 也還好 我也喜歡 因為他前一張末路狂話就很喜歡 我那時候是喜歡 像什麼 一萬個不回頭的方法 你呀你呀那麼紅 然後等等的 然後 自然安全太久以前了 對啊 以前也是很多歌喜歡 像什麼晚安晚安 然後好嗎好嗎 桌米長 我都非常喜歡 但是那時候 藏著屁不等於遺忘 哇 就是他的排序很好 他的第一張是 第一首是陪著你 對陪著你 那個吉他已經來 太感人了 封掉 然後第二首接 就是真的只能快 真的在大哭 然後後面還有什麼 Ophelia 他前三首玩了之後 就是你可以直接躺平去死了 然後後面就是更好聽 而且 而且因為 娃娃的現場真的太強了 對 他那張又有入圍 菁英獎的最佳現場表演 對很厲害 最後是利歐王拿走 因為那時候我想說 哇這場我有看欸 這場真的很神欸 而且那張專輯 他是一個他的臉的側臉 然後後面會換不同的光源 就是他的封面的那個概念 然後他的現場 他一直有那個側臉 然後後面有換不同的光源 我就覺得很有感覺 好美喔 就是連那種兒歌 海鷗先生 我愛你 我都覺得很棒 還有他在演唱 他後來在演唱會上面 一直有人敲碗 但是他說超級難唱 後來我有聽到一次現場 鋼鐵嗎 竊笑 竊笑超好 韓利康 對 韓利康那個吉他 沒錯 韓利康練了兩年吧 我只能說 慧如軒真的是 實至名歸 對 然後 那場真的是我心中神的表演 因為後來我跟鯊魚 又有自飛開自小巨蛋 就是比較還好 我後來看了兩次 我後來看了兩次 Haven Nice Day 他適合在 比較小的地方表演 也是 因為他坐那個花車就覺得 好遠喔 但是就是他絢然力真的很強 沒錯沒錯沒錯 他聲音就是太多變了 真的很厲害 雖然就是還是有人 我們還是有朋友不喜歡他的聲音 沒關係啊 但我很喜歡 你就聽你喜歡的歌就好了 金菜蘿蔔有各自的喜好 對 然後金曲三二 我覺得又是一個 終於是你 韓如軒的下一個嗎 也是終於是你喔 是哭得很醜的那一位嗎 不是不是 是田復者 是田復者 也是一種終於是你 因為 大家知道好SHE 可能很大家很認識他 但是他自己出來唱歌 也超過十年了 而且他中間有歌很久 然後也出了 五張了吧 第五張 五專三巡 因為我們在 我們有看第一場 他的巡迴的第一場 你說沒錯 第一吧 我是說我們看那個 第三場巡迴 就是 無人知曉的 當天 他是當天 中午才發整張專輯 他事前有先發 一一皆可 無人知曉 等等的歌 然後還有玄日 然後就覺得 哇這張專輯也很強耶 欸不是我要講一個很好笑的 就是他那個時候 釋出很多單曲 第一首就是玄日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人在問 因為製作人是陳建錡老師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人在問 建錡老師說 請問一下Hibi這次的新專輯 每一首歌都是兩個字嗎 兩個字嗎 然後就下一首諷刺的情書 超好笑 因為他那時候發的歌是 傑可依依 對 而且Hibi以前的 就很多兩個字的歌 對對對 然後他就想說這次該不會 無常無賴日常什麼的 之類的啊 就我想說 他會不會這次想要做個挑戰 像蘇打率他們以前也讓專輯做個挑戰是 整首 整個專輯的歌詞 是一個新詩 對 他是長頭詩 然後 整個歌名 每一首歌詞 就是你只看歌名 他是一個新詩 然後每一首歌詞 是秋呢 頂針對不對 他的做法是 他的每一首歌詞的最後一個字 跟下一首歌的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是同一個字 然後呢 然後那個字十首歌串起來是一句話 喔 對 秋故事那一張 然後秋故事的歌名是一首新詩 對 很瘋 超級瘋 對 就在想說吳清風你到底想怎樣 很有巧思 你寫字已經很漂亮了 所以他可以得作詞作曲跟編曲 然後反正後來那時候大家就說 欸是不是天父真理想要玩這一招 結果沒有 但是後來陳山寧真的出了一張 都是兩個字的 就是 就是調教 每一首都兩個字 對 而且後來演唱會每一首都兩個字 所以你絕對聽不到什麼 什麼尼可拉斯聽不到 喔 對 然後其實這幾年的歌我都很喜歡 有個原因就是 這些人的製作人都是陳劍奇 對 你想要的女歌手 趕快找陳劍奇 他是女歌手製造機 從艾依良開始 對 但是他那幾年 只有到田富珍 才拿最佳製作人 他前面都是女歌手 但是他就是 他是那個 他有入圍啦 他有得彭家慧的單曲製作人 他是我們的熊中的學長 對對對 然後 然後 這個紀錄就斷在蔡劍亞的Depart 因為沒辦法贏 沒辦法 對 他就是一個渾然天成 對 然後他的下一屆是A-Ling A-Ling 終於得獎了 A-Ling哭得好醜 我超級喜歡 好喜歡囉 A-Ling哭得獎的時候 A-Ling A-Ling得獎的時候我也在現場 全場大歡呼 因為他真的太久了 對 他天生歌級 而且真的好多人的聲線都 出這麼久的歌都變了 對 連徐佳瑩出道的時候跟現在唱 差好多 對 然後A-Ling一樣耶 你回去聽《四天無罪》 想說是昨天唱的嗎 就是一樣 對對對 我後來去聽A-Ling的現場 就是 真的是太強了 但是我唱的那場 我不是唱 我唱的那場 你唱的是哪一場 我沒有唱 我是台下唱 我聽的那場 好像上台前有點飲酒過度 是花蓮夏日嘉年華 好瘋喔 是高雄巨蛋 他唱 就是有一首歌 他直接看著 那個大櫻木 他看著 回頭看大櫻木說 欸 主歌到底怎麼唱啊 他已經瘋了耶 欸 欸 欸 好 我等一下補你們一首歌 他最後整場補了四首 哈哈哈哈 錯到瘋 但是他該認真唱 比如說《失戀無罪》 或《志祐》 他都認真唱 而且那場我超級喜歡 因為他旁邊 是兩個那種 直的螢幕 對對對 他很像手機畫面 然後下面都有KTV的藍色歌詞 很棒耶 都在過往唱 我超喜歡的 很棒耶 A-Ling還有一個演唱會 我覺得很特別 他都會拉觀眾上去唱 喔對 他的觀眾都很會唱歌 張惠妹的歌名跟A-Ling的歌名 都要很會唱歌 他代配你不用了 代配你不用了 對 怎樣怎樣 真的很難聽 我們現在的音樂 到底是會怎樣 而且他的歌唱得太好了 太好了 而且再補充一個冷知識 A-Ling得獎之後呢 金曲二三的入圍所有的女歌手 都是金曲歌后了 好精彩喔 恭喜 對你在回頭看的時候 就覺得哇超棒 超感人的 他是最有塊拼圖 對 但是二三還是蔡劍亞德 到底想怎樣 不知道 然後今年就是孫盛熙 喔對 孫盛熙其實我最喜歡的是 他有得過最佳鬼專輯 西遊記那張我也是最喜歡 而且那一年他很瘋癲喔 他那一年出兩張 對 而且是兩張完整 一首是女人 女人窩門 然後一張是西遊記 西遊記的歌我都好喜歡 西遊記太強了 夢遊啊 仁漾啊 仁漾暫死 仁漾什麼時候可以 我想聽現場 我想要聽現場 我想要聽許玉瑩標情 我有聽過仁漾的就是 我有看過那個錄影的畫面 我想說孫盛熙現場有在厲害 非常非常可怕 但是他今年得獎 並不是說他這張不好 而是他今年得獎的時候 大概就是違認住 就是觀眾席 至少我做的那一區 我們有點違認住 大家會以為是誰啊 楊奈文吧 因為楊奈文這次很感欸 因為楊奈文討論度太高了 他每一首找不同的音樂 兩個合作 對 他從傻子與白痴到五百都合作 五百也有 這麼長 五百那一首我好喜歡喔 這麼長欸 他好喜歡楊奈文喔 楊奈文現在小朋友可能不知道 但你們回去聽他以前的歌 女爵 星星堆滿天 未接賴電 開世界的門 很好聽 好好聽喔 還有李心立 我每次聽到這些歌 就會想到 趙之斃吧 為什麼 趙之斃的這首歌的 YouTube原版 聲音超小 你要去找 有一個是太空戰士版本 有一個是太空戰士的畫面 遊戲的畫面 但背景是趙之斃 為什麼啊 那個的音檔是超好聽的 哈哈哈哈 就是那個原版下面就說 請去看太空戰士版本 我就非常喜歡這個 好 小差 這個是真的冷是不是 超冷的吧 因為我個人有在 愛之所 那首歌很棒 對 那為什麼會不會聊到趙之斃 沒有就是我 因為他才想到趙之斃 好 就是金曲女歌手一直是我 這幾年我覺得 絕無人場的一個 對對對 那個獎項 真的不太有人場 很厲害 而且我會每個入圍都去聽 想說 哇好好聽喔 因為這次元雅維跟蘇韻瑩 我也有聽 嗯 元雅維這張我也非常喜歡 對 然後蘇韻瑩 這個女人有在進步 也是瘋癲 有蘇韻瑩這張也很棒 就是我們對她的印象就是 吹吹吹吹 跟類系列的轉移動 沒了沒了 對對對 但這次我覺得他有 他有內化成一些別的東西 對 內斂 對 其實蠻特別 那就是 梁靜茹沒有入圍就是 蠻可惜的 就看他會到什麼時候 祝福祝福 特別貢獻家 分手快樂 我們是製作在這 對啊 有個朋友在旁邊他高中唱 分手快樂 他的成名曲 他那時候唱歌 就是還沒有那麼純熟 然後他就每一首 每個字都唱同樣 我無法幫你預言委屈求全 你現在要反 你現在要反 反駁嗎 你後來不是要練習嗎 對啊 你後來練習然後在KTV 有變好吧 有唱給我們聽 然後我們都有說有進步 對啊 因為他因為看的時候 我真的唱得很敲墨魚 太喜歡了 很厲害 好適合敲墨魚 對我們後來去KTV那一次 他算是有給我們一些很大的經驗 因為 因為每個音都唱得很平 然後突然高一兩個字 就是佛經 我無法幫你預言 我無法幫你預言 王子在菩薩身間 你知道為什麼佛教店 要說很大聲嗎 要讓大家醒來嗎 對 這個是科學證實嗎 不是吧 沒有是我亂講 不是 不知道虔誠的佛教徒 我試勒怎麼辦 亂講話 那為什麼會突然很大聲 要看遺鬼是怎麼標 他們就要怎麼唱 他有寫喔 但為什麼要標那個字是大聲 只有他們的本有寫嗎 那就要看那個 我們的也有寫嗎 因為它是一些傳承下來的東西 所以可能有時候不太能追究到 比如說手上短的譜 有些大 這邊劍牆 不太能追究到原動 Andante什麼意思 Andante什麼意思 變大聲 不是 見慢 不是 裝飾音 沒有 Andante是寫在這整首歌的最前面 所以他代表這整首歌的什麼 就是猜這整首歌的什麼 可能是吸大調之類的 不是啦 他會寫在譜的上面 這首是Andante 要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這首歌應該是 慢版或快版 沒想到我們就學富5G吧 好突然 怎麼在想音樂術語啊 我們學富5G 我最討厭討論音樂術語 好 那我們就先 女歌手是我一個最啊 然後再來一個我 也是很喜歡的 就是最佳心人獎 喔真的喔 你想要幹嘛 我不知道耶 我只想說Arcelendo是加速嗎 欸 我不會唸 其實是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Accelerate 不是 是Maestero裡面教的 喔好喔 所以最新也可以學 最新的Arcelendo就是 開始加速 最新學到很多東西 最新真的可以學很多東西 對啊 我是因為PinkVenum 才知道Venum是毒啊 那跟大家分享 剛才我們有時候說 蘇打率就是會歌詞很瘋癲嗎 對啊 最近還有一個 有一團韓國女團 他們很瘋 他們每一首主打歌的開頭 都是同一個字 這個我不知道耶 是Aespa 蛤 都是I am I am I am I'm on the next 他們每一首的 蘇打歌的開頭都是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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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I am 好好玩喔 很瘋 想說幹嘛想怎樣 他到底要試多少東西 I'm on the next Never 你看這就是唱片企劃成功的地方 他是不是可以讓大家記得 他們都會偷晒一些彩蛋 然後你後來發現 就會覺得 好瘋喔 對啊好像什麼神經病 那一張 就是他 你會想說 欸這首歌前面幹嘛塞一句沒意的話 或最後塞一句沒意的話 對 因為他偷幹了一些事情 對 吳清風也是瘋子 他真的是瘋子 但你會想說算了 反正這首歌蠻怪的 就原諒這一句 對對對 而且又很好聽 對對對 但你這竟然是新人獎耶 我新人獎有在愛耶 我其實沒有 反而沒有那麼follow up新人獎 我年度歌曲也follow 我年度歌曲我也會 但我都會因為金曲新人 就是我真的好不認識這個人 他得獎我去認識他 喔這這倒是 從大概是 持修 你不要跟我說吳思凱喔 持修我想 吳思凱是第一屆 吳思凱是第一屆的新人獎 後面沒有 欸第二屆也很有名喔 你們要不要猜一下 第二屆 超有名的 郭大佑 有沒有是女歌手 女歌手 純山泥 他頭髮很短 純山泥不是 黃小虎 第二屆是黃小虎 我看他最佳新人 他頭髮很短 欸我看他最佳新人 對啊最佳新人 其實也是有很多妖怪得過獎 而且一年只能得一次 就是一輩子 一輩子 欸沒有喔 其實如果你 換成團體 家家入圍過兩次新人獎 因為他後來一個人名義出道 他出專輯也有在入圍 欸那跟大家分享 第四屆的得獎者是 蔡小虎 對是蔡小虎 非常好笑 非常好笑 然後大家熟知的彭嘉惠是第八屆 第五屆是徐浩平 那個研究外星人 對對對 是徐浩平 徐浩平 就是講很多鬼故事的人 好厲害喔是他 還有崔正 還有霍正旗 有有第三屆 對 第九屆是陶澤 對 第十屆是林曉培 超強的 十一屆紀小鈞 好厲害喔 十二屆孫燕之 同期入圍的是 周杰倫 帶來配你 范韋琪跟林凡 好厲害喔 非常嚴重 非常嚴重 然後2002年第十三屆 得獎的是孔令旗 同時入圍的 有兩個我們也很熟喔 SHE 還有許哲沛 許哲沛 許哲沛我很愛欸 好喜歡 欸你也穿過許哲沛的歌啊 而且兩個 我們兩個音樂課唱許哲沛的歌 被老師打超低分 因為他說 沒有什麼感情 這首歌很難有感情 黑的白的紅的紅的紫的綠的爛的毀的你的我的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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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的怨人們 很適合毛平均唱 因為都同一個音樂 各種款式歌都合身歌 你選擇 因為我們太喜歡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跟那個不換氣 然後老實說你們唱得很沒有敢唱 我想說也是沒講錯 因為理論上的確不能換戲 但是沒什麼感情也是真的 獲得七十幾分 對 我想說人家那麼不會唱歌都可以八十分 因為我們選歌有 我們策略錯 他們選歌有問題 我們下一次就 然後我們就反悔 我們就唱育可文的指望 拿到蠻高分的 因為比較多音階 而且指望那麼有感情 對阿我想說我們很認真耶 我們每天洗澡都在練 而且不會有換氣的問題 對 下一屆是許惠心 對 黑天鵝 那在下一屆很有名 林俊傑 對 然後在下一屆 分國語 台語 客語 我不知道這個耶 難道國語得正的是 FIR FIR我也好愛 好多陳迷信喔 詹文亭 我們來玩一個遊戲叫做極速列車 我們來講FIR的歌 好 我應該很快就會 天哪 不敢玩 那我們三個嗎 好啊好啊 那我們順序就是這樣 你玩是我 我玩是你嗎 是嗎還是你玩是薇薇 那你先 那你先 我先嗎好 等一下我覺得第一首一定大家會講那個 不會不會 我會講首你的 極速列車出發 給我一首FIR的歌曲 你的微笑 月牙彎 刺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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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鳥是不是很冷嗎 刺鳥超冷的 刺鳥有聽過這個歌名吧 刺鳥很好聽 但很不熟悉耶 而且我剛剛想說 有一首去KTV唱很高音那首是嗎 Lydia 還有一個是會把電砸破的 對 你 叫什麼 我給的愛 你要的愛 不是 我們的愛 好難喔 還有亞特蘭提斯我也很喜歡 亞特蘭提斯我剛剛有想到 對啊 我還可以說辛苦 因為是新的FIR 對啊 趕快把月牙彎講 趕快把月牙彎講 我知道月牙彎一定會在這一輪被講 對啊 我只好祭出刺鳥 我的排庫有刺鳥 好下一個是林宇忠 然後下一個是黃建維 他打敗阿令 對啊 那童年呢 還有玄子跟阿令跟蔡明柚 玄子好久不見耶 是炎海地帶嗎 是炎海地帶嗎 對以前會搞錯 回家跟炎海地帶 各後一首歌 太難了 好那下一個是蕭賀碩 那下一個是 魯廣仲 就是大家都愛都不行 他那次也是神仙打的家 蕭敬成跟林宥嘉 蕭敬成林宥嘉 梁文英 王若玲 蕭鴻人 很可怕 蕭鴻人 魯廣仲這首這張我也很喜歡 其實魯廣仲的專輯我個人蠻愛的 因為我覺得他吉他真的是強到不可留 蠻厲害的真的 後來有開始練一些身材 對 下一個呢就是我們最愛的徐佳瑩 這次也是神仙打架喔 而且這次入圍的有 還有杜正熙 對 高以愛 謝和弦 還有蘭又石 蘭又石 那時候蘭又石呼聲超高 因為秘密倫敦的愛情都沒有 太多了 謝和弦也是一種黑馬 高以愛是Elisa嗎 是 下一屆是 維里安 維里安那一次也蠻多有趣的人入圍 言訣 愛就是咖哩 愛就是咖哩 那時候是有跟台式的去一起 我想說這首歌一直出來 感到戲歌 然後還有I.O.跟Mazka 就是一排臭指南站在台上 結果是維里安得獎 對對對是維里安得獎 下一屆得獎的是 以利高露 是蜂巢的第一座新人獎 欸真的欸 以利高露 對對對 那是入圍的還有鄧芙汝欸 對 還有李嘉威 我最近上班就是都會聽一下歌 然後我最近就亂播歌單 突然鄧芙汝跟我整個陷入國中的回憶 聲聲慢嗎 不是是那個 歌名叫什麽 你你的我的感受 對歌名叫什麽 不是神神慢 讀字會唱著想法 反找變的想法 這整個叫什麽 這什麼叫什麽 終於是空華麗正貼 飛到下一個宇宙 I don't want to follow 勇敢得過 我砸笑 怎麼有三個鄧芙汝在唱歌 蔚田詞嗎 對對對 超好聽的 他的歌詞裡面有蔚田詞這三個字嗎 隨便啦 那下一屆是格仲川得獎 就是剛才有說過 呂強、桑布衣、百安甲甲、愛良歐開的 開合唱團 那再下一屆呢 這個也是一個創舉喔 就是大陸人來獲得新人獎 李榮浩 模特 李榮浩那次得獎 我有看到一個紀錄片 就是他有在講這件事 他說他就是從大陸來台灣 然後因為他原本是做幕後 然後他在路邊吃麵 就是都沒有人會理他 結果他就是得完獎隔天 然後他要去什麼 擁和豆漿還是吃麵 就被認出來 然後就被送小菜 他說 哇 原來得獎是這種感覺 是被送小菜 我真的有在電視看到你 然後送禮盤小菜 因為台灣人很在幹這種事 就是韓國人來台灣人Vogue 就會有台灣人幫他結帳 整桌結帳這種事情 台灣人很在幹這種事 超愛做 好好喔 沒錯 國民外交 二六也是有一點 Boxing樂團 對 Boxing是張惠妹的 但是那一屆有入圍的是 孫勝熙 孫勝熙 王惠祖也是我 還有陳惠婷超愛的 Tizzyback 對對對 那再下一個呢 就是前陣子有冒一些風波的 謝陣廷 但那一屆的新人獎我都很喜歡 哈囉NICO 柯智棠 陳寧兒 張三禮寺 蘇韻寅 熊仔 好多人喔 在下一屆呢 真的非常的火紅 今年也是大火紅 他們只要出專輯 就是把精靈獎全部拿走 答案是草東沒有派對 沒錯 然後二九也是很讚喔 是茄子蛋 雖然他們現在也是有一些風波 他們現在根本就圍單飛 對 但是二九的入圍者我也都很愛 鄭馨 鄭馨 李全哲 炎一格 還有朱沛青跟丁世光 我還愛炎一格欸 炎羅王 因為他是炎羅王 他是炎羅王 專輯就炎羅王 超瘋的 開自己的玩笑非常的喜歡 對 好那再下一個是OZ我也蠻喜歡 第三十屆 然後在台上打電話給葉艾琳 我覺得很好笑 對對對 葉艾琳說那時候 阿你兒子都醬了 OZ你太棒了OZ 對葉艾琳是個瘋子 對 再下一年呢是持修 這張文是 完全沒想到是持修 其實我那時候也不覺得是持修會得獎 我私信給88 因為那時候9188太強 9188太強 9188太棒了 然後不然告五人也很強 對 然後怎麼會是持修 而且Jade其實也很強 就是誰都沒想到是持修 然後你就想說 持修誰啊 長髮包 是男生的女生不是很確定 就是一切都很迷的狀態得獎 對 然後就覺得是一個蠻酷的人 對對對 然後結果聽他的專輯 真的有被吸進去 蠻讚的 好好聽 而且那時候 我們學校辦的音樂集 我們那時候就有弦腰師修 然後他得獎 你知道那個現場人 直接炸雕 好多 好多阿 還好我站在那個護城河裡面 看超緊的 好讚喔 對 而且他的吉他手也非常的有名 羅少恩 喔對羅少恩現在是誰的吉他手呢 就是 蔡依林 還有蔡依林 他在The First Tag 幫蔡依林彈 幫蔡依林彈 玫瑰少年 是一個很有名的吉他手 是的 他在 你知道他以前有幫告人彈過嗎 我不知道這個 好厲害 我想說那個人不是羅少恩嗎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羅少恩這個角色呢 我們以前有比過同一場比賽 哇 你彈怪美的嗎 不是那一場 他那時候比演奏組 然後毫無訓練來拿上冠軍 對啊他怎麼比阿 因為他彈了一首超級難的歌 就是不會有人拿那首來比賽 因為他太容易失誤了 然後他彈的完美 他彈的什麼 等一下可以給你們聽 好好好 然後他後來就想說 這話這個人 夠人彈的 這個人在持球捧店 這個人在蔡依林旁邊 就是已經 很厲害到處 正式的瘋了 就是除了 線上歌手也是有一些 樂手我也是非常喜歡 像是我也很喜歡韓麗康 韓麗康真的嗎 我在韓麗康之前出過球 就是我之前在 大家丟臉 我之前在政大精選獎的時候 就是我們那時候 因為頒獎名單都是老師們 評選出來之後 然後因為我剛剛不是講嗎 參賽者的資料都是 第一手都是在我們身上 對 所以我們都會去跟參賽者 確認說 你們的名字要怎麼唸 才不會唸錯 或是團名要怎麼唸 因為要尊重他們的原創 然後那時候就是名單出來 然後想說 他去跟評審老師對說 他們有沒有不會唸得去 韓麗康是評審 對 他是那一屆的評審 然後我們就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確認老師們 都會唸他們的名字 就是他至少要寫注音 對對對 你怎麼不要隨便 你反正你頒獎的時候 不要唸錯 不然會尷尬 然後那個時候有一個團 叫做群青 但是他的群是寫軍在上面 羊在下面的寫 喔 令律群 對 然後我怕有些人不太確定 那個就是群的異體字 我就跟韓麗康老師說 老師那個這個字 他念群 然後他就說 我知道 好久 不好意思 對 好那沒問題 說他群青 我很喜歡群青這首歌 有阿蘇比 有阿蘇比 你們知道這首歌嗎 我知道啊 那你們知道他是 一個動畫寫出來的 藍色時期 沒有人看過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們的作品 都跟小說有關係 或是一些動畫有關係 對 像近年比較有名的 IDOL 跟舞台的暗示 IDOL好讚喔 外物跟那個 我現在又有分區 BSTAR 是那個 那個Netflix的原創動畫 然後還有 最近的勇者跟福利臉 之前有一首歌叫 Bilibili 是跟寶可夢合作 嗯嗯嗯嗯嗯 我很像盧鼠家者 對啊 你很厲害 群青這首歌 就是算是他們 很粗勸的一個作品 群青是我聽他們的第一首歌 我也算是 因為 這首歌是 藍色時期他是在講一個 就是學高中生 然後他是學霸 然後每天都跟一些 對類似八九朋友 我們在電動場玩到半夜 然後抽菸在家裡 在打麻將 這樣子 但他是學霸杖 然後他雖然是腦袋很聰明 但他不知道他以後要做什麼 他有一天就是 在學校就看到美術社 因為這種人通常就是 瞧不起這種畫畫的人 嗯 他就看到美術社 美術什麼 就是上美術課要畫畫 畫什麼 畫不出來 然後他就 結果他就不然經過美術社 然後看到一個學姐 在畫一個超大畫 然後就被那個畫震哲 然後他後來就 又跟朋友混到早上五點 然後他們從色谷出來 就看到整片藍色的色谷 哇 然後他就覺得 哇這一幕太重要 他要把它記起來 然後他美術課就畫那幅畫 然後就被美術老師發現說 欸你是不是 有天分 你是有用腦袋在畫畫的 然後他就覺得 欸他第一次有 因為學科之外的東西被認同 然後就很感動 好感動喔 然後他就加入美術社 因為他家沒有什麼錢 他以考上日本這一間的 東京藝術大學為目標 然後最後就是 他去補習班練畫 然後瘋狂的練畫 然後考上藝術大學的故事 好感人喔 然後群青就在講 就是看到藍色的世界 的那個瞬間 對 你可以配這首歌 然後只看那部劇的第一集 然後就完全知道這首歌在講什麼 哇可以喔 很充滿故事的一個 而且就會覺得 哇 這是很不一樣的故事 好回去來做一下這個月的體驗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第一集就好 好我們回來這樣 進去一下 謝謝 謝謝J-POP 好 職修下一屆是壞特 那屆大家都以為是Yellow會得 結果是別的顏色 是壞特 是壞特 對啊 其實那屆還有李友廷跟理想混蛋 也是一些大樂 還有青蟲 青蟲阿歪 好再下一屆是柯拉奇 柯拉奇太讚了 柯拉奇那次 我就想說 別人不會贏欸 柯拉奇就是已經在網路上下歪全世界的人 然後想說這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鯊魚認識柯拉奇 我認識 他的什麼 那首歌我不會念 什麼慈母悲哀 對對對 那首歌我不會念 萬千什麼慈母悲哀 對對對 那首悲哀 因為他們的歌也好 台語歌 我很喜歡內容有故事的歌 對 他們其實也是採樣了很多台灣傳統民間的一些故事 我個人真的沒有在愛情歌欸 我很喜歡在寫世界的歌曲 梁靜茹在哭 因為梁靜茹都可能唱一堆情歌 對啊 我還是會很喜歡 就是也是蠻喜歡阿超 怎麼辦 但是就是像柯拉奇這種 我覺得寫歷史事件的歌 或是像閃靈他們會寫歷史事件的歌 或像曹東他們會寫社會事件的歌 我都非常的喜歡 非常非常厲害 對 打與天光 柯拉奇那時候 哇 他寫出一個日志時代的故事 嗯 所以我很喜歡就是 哇 就是雖然我們是國小民 但是我們也有我們的故事 然後必須要我們自己國家人要了解 這種事情 對 然後他把它用唱的故事講出來 我很喜歡這種就是 宣傳文化的方式 而且他們光是 他們在音樂文字脈絡已經很特別的情況之下 他們又是台語 又是女生主唱 又是金屬 而且他唱台語的女生主唱是原住民 因為他也有唱原住民 對 那個夏子 對 然後今年得獎的有一個是原住民 唱台語歌喔 就是馬上在台上說 天安門事件的 Banai 對 他是原住民女性 他是原住民 然後入圍過華語女歌手獎 然後得了台語專輯 超瘋 彭家衛那時候也報名客語專輯 客語那張是我在客廳做的夢 然後 後來大家就討論說 其實現在是一定要唱一些不同語言的歌 然後 Romy今年也得客語歌手 Romy如果有在聽團 或者是比較獨立音樂的人 應該也很熟 然後在下一屆 就是洪沛羽 民視 也是不知道怎麼贏呢 然後今年呢就是 Mug of 真愛 他也是就是阿暴 阿暴他們家的 納吾瓦 對 納吾瓦 對對對 他是阿暴當製作人 對對對 恩萬他們家的 我覺得就是 我很喜歡新人背出的感覺 嗯 但今年新人獎我就是 私心有被一些美色魅惑 所以我 不是 鳳小月 蛤 如果要比顏值鳳小月 要怎麼得獎 那你知道前幾年徐光看有入圍嗎 我知道 你知道徐光看入圍過新人獎 跟在32屆的時候 所以他一開始也是從唱歌開始出來 其實許光他唱歌很好聽 你們可以去聽他的專輯 對啊 蠻好心的 我喜歡那個 一日 一派輕鬆唱起來超不輕鬆 到底想怎樣 還有舒芙蕾 對 舒芙蕾 然後再來是 我很喜歡的最後一個獎項 雖然已經錄一個多小時了 年度歌曲 我覺得年度歌曲 雖然我沒有每年都喜歡 但我想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一個就是前面有提到 就是最好的時光 對 大家沒有聽過的 拜託 去聽 花一個 三分鐘 洗完澡 然後再整理自己 關了一小燈 安安靜靜的聽 保養的時候你配這首歌 你會被療癒 真的 歌詞都很直白 很貼近 他有很多大哉問 可是其實就是問出我們平常 可能也不這麼好問出來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他很適合在那一年都講 真的 就是疫情剛結束 剛結束 微結束 然後你重新反思一下 這個世界已經變了一個樣子 一切剛起步的時候 然後很適合做這件事情 對 然後再前一年是 我就講我覺得很喜歡的好了 嗯 再來是2020那一年的是 阿抱的Thank you 他這首在感謝醫護人員 對 然後而且阿抱那張太強 然後這首又 太有力量了 就是跨越語言的力量 真的是我覺得是原住民歌手 還有客語歌手很厲害的一個 的能力 他其實又放在一個非常漂亮的 樂風上面就是福音歌曲 沒錯 所以感染力本來就超強 對 然後再來前面呢 就是前一屆的玫瑰少年 玫瑰少年 這個也是不用講 一得獎大家瘋掉 他的現場的那個尖叫聲叫到 聽不到大會播的音樂 對啊 玫瑰大 不是玫瑰大 玫瑰大 玫瑰少年 我覺得這太重要了 對啊 對 他是同婚同過的一年 同一年 對 就是很有意義 就是等於是這首歌陪伴大家走過 就是這個抗爭跟溝通的這段時間 就是 然後在前一屆大風吹 前一屆是喜呀 那前一屆才是大風吹 抱歉 是 大風吹那一屆 我也覺得就是吹起一個新的旋風 對 那首歌很好聽 那幾年開始你就覺得 有新的浪要來囉 有一個新的元素要擠進 比如說土風火水 可能有個雷要進來 對 這感覺他要打破這個平衡了 所以我就覺得蠻喜歡 同一年有入耶 告白氣球的年輪書 對很厲害 所以楊成年是有入了過金曲獎刀 對 那前面兩年我也都很喜歡 但是沒有後面的感觸那麼深了 就是一首是 蘇聯的不要放棄 就是很感人 然後在前面一首是 島嶼天光 對 那前面的就 我覺得比較跟現在的頒獎風格比較不一樣 就是那一年真的是最厲害的 就是最爆炸的基本上 青花子 今天你要嫁給我 對 就是有點這個路 還有諾雅方舟什麼的 對 然後前面有吻別的啊 瀟灑酒一回 對 就怎麼走 怎麼輸 很讚耶 要怎麼輸這樣子 傳唱至今 跟他們一起入圍要怎麼輸 那跟大家分享第一屆的 年度歌曲獎 是我想有個家 潘美成 對潘美成 很感人啦 但是就是 為冷知識 對 大概這三個獎就是我自己每年都會定期關注啦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蠻代表的 對對對 尤其是年度歌曲這一塊 對 女歌手純粹是私心有在愛 而且我覺得真的競爭很激烈 其實年度歌曲是我每年聽金曲入圍名單 我一定會先聽的前五六首歌 等於是他開啟了我 他代表這一年 對對對 因為他篇幅也最小 最好處理 趕快聽一聽趕快選一選 對對對 因為你要聽女歌手 你要聽六張專輯 對啊 然後如果你要聽年度專輯講 你要聽二十幾張專輯 你才有辦法覺得說 好誰才有資格 如果你想要這樣快速加入一個 就是自己 一起參與一下這個話題 為評審的話 我覺得年度歌曲很好入手 再來還有一個很好入手 最佳MV 對最佳MV也不錯 還有最佳專輯那個莊貞 對你只要看就好 看就好 可是重點是最佳MV我覺得很難選 是因為最近幾年的那個 評審口味真的太難抓了 可是我說你要自詩為評審 對 就只要這樣六部就好 對對對 因為是一樣的 年度歌曲只要聽六首 還有最佳作曲 作詞 編曲 最佳單曲製作人 這些獎項 就可以趕快先聽一聽 我還蠻喜歡 你就可以跟你的朋友炫耀說 如果再關注金曲獎 那我來考一下 沙魚 你好歹也是蔡藝定的粉絲 完蛋了 今年她有入圍一個獎 而且她第一次入圍這個獎項 今年蔡藝定有入圍一個獎項 今年蔡藝定有入圍一個獎項 在我們剛才講的獎項其中一個 她今年有入圍一個獎 她今年有入圍一個獎 對 我卻想說 哇這個人入圍這個獎喔 蔡藝林入圍這個獎喔 陳子虹講出來的時候 我還在咖啡廳 就是差點叫出來 欸 怎麼會 怎麼會 蔡藝林現在入圍這個獎喔 好 我們剛才有講到 好 答案是 猜看看 反正不是裝針先 怎麼裝 他都沒有出 等一下我只會拿反彈八的專輯包起來 我現在看進去講哪些獎項 是熱門的獎項 很熱門喔 就是基本上每年都會有討論 就是類似什麼作詞作曲那種 欸你講到了 對啊 猜猜猜猜 作詞 錯了 當然是 最佳作詞 Someday Somewhere的這首歌 他今天有入圍 他今天有入圍 我跟妳講 近幾年的作曲人幾乎都是歌手 去年就是啊 什麼吳清風 戴佩妮 李榮浩啊 那種都很常出現 很可怕 就想說 現在還有一般的作曲人可以活下來嗎 我覺得 現在好像都這樣 現在都早會創作歌手 創作歌手才會走得長 因為其實我覺得創作就是 你就是寫自己的部分 對 收歌的人很難收到真的跟你那麼符合的 但這就不得不稱讚楊奈文 他還是可以收到 這麼適合 因為 你要說歌壇有第二個 聲音能跟他一樣有特色的人 我還是想不太到 楊奈文他就是標誌 他就是搖滾女爵 你完全無法超越這個人 我覺得今年雖然奈文 他自己本身沒有得獎 他只得了專輯莊珍跟專輯製作人 恭喜成軍好啦 但是奈文沒有輸 但他入圍的發向也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今天可以就是 最後來考一下你們 因為答案都超級超級有名 我很緊張 一些金曲獎創紀錄的專輯們 你們知道誰是得過最多做金曲獎的專輯嗎 哪一張 先講誰好了 我好像知道 他得過 他們那張專輯 入圍八項得過七座 我會 我會 入圍了八個 這麼強的專輯 對 命中率這麼高 很紅 超級紅 蔡依林 最近為廚師 你知道 五月天的第二人生 他們是 諾雅方中那一張 得到最多做金曲獎 七個獎作 入圍八個獎項 但是 我要講厲害的來了 那 四張專輯 是入圍最多金曲獎獎項的專輯 有四張 目前沒有人特別突出 他們四個紀錄一樣 幾個啊 入圍十項 這四張都十項 都入圍十項 而且 八重七是五月天厲害 對 但是入圍十個 得幾個不知道 但是十個 有十個入圍 就至少有被肯定了 對入圍十個 然後 都是天王天后到死 有沒有東衛寮 沒有 沒有 東衛寮入圍八個得五個 東衛寮也很瘋了 對 東衛寮已經很瘋了 以命中率來說很瘋了 入圍十個喔 周杰倫 周杰倫有 范特希 好難 那我也不是青花子 來第二張 今天也有出現 她的名字 蔡依林 欸蔡依林有欸 蔡依林的Pay入圍十項 真的假的 跨兩届 因為她隔届入圍了最佳MV 那阿蜜特應該也有吧 阿蜜特是其中一張 阿蜜特也入圍十項 還有誰會入圍這麼多 林俊傑嗎 還有一個很新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很新 洪佩瑜 不是 所以燕姿 不是 有新嗎 她不是新 她只有AI新出來 她不算新人了 她不算新人了 她是新加坡人 很新 她是新加坡人 林俊傑 很新 這張專輯很有趣 她是很近期發的專輯 單人嗎 單人 但是她不是新人歌手了 但她意外的創下了這個紀錄很特別 她不是新人歌手 但最近發的 對 近兩年 近兩年發的 近兩年喔 所以是金曲三四三五喔 不是洪佩瑜 金曲三四三五發生的事情 不是 是徐佳穎的給 入圍了十項獎項 她在金曲三三就入圍三項了 金曲三四再入圍七項 喔 是不是因為她有上街飛 以上街飛跟雏形 以上街飛有得獎 最佳單舉製作人 包在這張專輯裡面 她入圍了十個 這四張專輯 目前是台灣金曲獎入圍最多獎項的專輯 那時候也是有陳君豪吧 有啊 陳君豪也是很會拿金曲獎 陳君豪也是很厲害 然後衣服越穿越透 因為他佛跳牆的時候 就感覺有在裸露的音樂 我有看現場想說 君豪老師 很喜歡無秀耶 健身有成啊 就是 我想說彈吉他可能 怕流蘇會甩到 去年跟著欣豐一起上台 馬拉美他就已經開滿低的 然後今年也是一些透視 想說哇漂亮 君豪老師有在熱耶 他滿熱的 然後也恭喜他終於拿到專輯製作人 恭喜 他也一直很想拿的獎 對 那我們今天就大概聊到這邊 我相信今天這一集就是我們的 維維老師 風潮音樂的代表 好可怕喔 風潮音樂的代表嗎 風潮音樂的 風潮音樂的員工 風潮音樂的員工 員工 對員工啦 的新人 對的新人 新員工 然後來跟我們分享很多關於新曲以上的 金鮮以上的小金鮮 對 然後我今天呢我想要一個挑戰 嗯 我們讓鯊魚來做結尾 哈哈 天吶 你剛剛已經結得差不多了啊 真的嗎 因為你就說我們謝謝薇薇阿 如果我今天想交棒給你 哈哈哈哈 好可怕喔 好啦好啦好啦 今天先放過我 好 今天我要放過我 希望是以後的最佳年度歌曲 我覺得就是以後那個評審就換一輪之後就可能會出現這種歌 對 今天你要放過我 好我們謝謝薇薇來 那我們直接來聽 掰掰 好棒的結尾